各位,欢迎你来到一号真相台 让我带你穿越谎言的迷雾抵达真相的彼岸 前两天有很多粉丝给我发来说李铁 海外的独龙运们传言李铁在监狱里边 因为心脏病发作而死去了 那个意思就是在监狱里被人灭了口了 是吧,这个消息是真是假 那个消息哪来的呢 你比如说这些独龙运们的摇棍们 比如说老灯之类的 听床师们造的谣 那我呢,为什么没给大家辟谣呢 因为关于个人的这种死讯 没有官方的消息的时候 你也不好说他是个传言是假的 那位问了你怎么知道这是假的 对吧,他不像有一些群体事件 有一些别的社会事件 你通过逻辑推理 你就能推理出来 是吧,所以我这两天我正在给大家搜集资料 那么今天资料齐了 李铁的传言很多 最近的一个传言就是说他钱都给他老婆了 他老婆,他有俩老婆 这俩老婆是一个在美国 什么一个在欧洲 然后呢,钱都让他老婆带出去了 然后呢,专案组的让李铁把这个钱退回来 一共呢,要求他退赃2.7亿 可是李铁的老婆呢 带着他的孩子呢 在美国呢,是拒不退赃 这个事情是不是有这个众叛的这种因素在里边 因为他老婆拒不退赃 是吧 曾记何时呢 李铁可是中国足球的希望之星啊 两度冲钞创造了奇迹 后来呢一审才知道啊 这两度冲钞都是拿钱买的 这个现在的李铁成了全国球迷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了 李铁呢 在央视认罪啊 是涉嫌操纵比赛 参与假球交易 贿赂足协的当时的领导 那么这个李铁这个罪到底能判个什么样的一个罪行呢 各位 李铁死了这个事儿 有人呢说 这个好像符合逻辑 因为他死了就能够保住一批人 可是诸位 你们想想 他要保的那些人 那么足球协会的主席都进去了 体育局的局长也进去了 你说李铁还保谁啊 李铁他这个层次他还能往上通了谁 我就问你 啊是吧 所以呢 李铁这一条线上的这些蛀虫骂蚱几乎全落网了 所以现在说李铁灭口 那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 对不对 是吧 所以李铁你说那李铁确凿的消息是什么呀 这两天呢 中国的媒体上呢传出这么一条消息来 说李铁啊 说李铁啊 被判了一个无期徒刑 本来呢 说的是他死了 啊 海外独立运的说法是根据北京晚报的报道 李铁在监狱里边死于心脏命 可是呢 你去查一查北京晚报根本就没这么条消息 那就是海外的独立运生造谣 这肯定是假的 你看这帮独立运到处去贴什么李铁因心脏命 死于这个凌晨在北京逝世享年45 包括像这些油管上的这些独立运的摇棍们 也有很多人出来说李铁死在监狱里边呢 可是李铁呢 根据足球界的人士叫染雄飞 这可是一个著名的足球界的人士 染雄飞 他说呢 是这样的 网传李铁去世肯定是谣言 他是在24年2月22号说的 我来报告料 关于李铁的最新的动态 李铁实际 李铁案件经过了湖北省相关检察机关的起诉和法院的判决 李铁出审被判了无期徒刑 所以他很不服气 提起了上诉 在本次中国足球的反腐除恶打黑扫赌的风暴中 据传陈旭元一审贪腐8000多万 才判了15年 而杜兆才涉及到各种罪名 犯罪事实也是触目惊心 黑体育吃体育也才被判了13年左右 所以李铁感觉自己一个非国家公职人员玩黑吃黑 挣了些钱 不应该得到无期徒刑 所以他含冤上诉 据说也翻供 推翻了自己的很多证词 导致公安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不得不重新去调查取证 所以目前李铁究竟判了多少年 还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如果李铁翻供涉及到陈旭元杜兆才 可能这两个人的刑期都会有变化 所以最终这几个人审判的结果 请以官方宣布为主 足球界的内部人士说李铁没死 李铁判了个无期 那这个事呢真的假的呀各位 府持续进行 前国族主帅李铁被曝出审判无期徒刑 据知名媒体人冉雄飞透露 李铁对出审结果十分不服气 他甚至推翻了之前的许多证词 并提起上诉 这一事件起源于去年11月 当时李铁被带走调查 随后引发了足谈新一轮的反腐行动 陈旭元和杜兆才等前足协高层也相继落网 据悉陈旭元一审贪腐8000多万元 被判15年 而比他级别更高的杜兆才 则被判13年 相比之下 李铁作为非公职人员 受贿却被判无期徒刑 李铁对判决结果不服 选择上诉 那李铁的金额 2.7亿 有人网传说让他退赃2.7亿 说李铁是贪的 因为县官不如县管嘛 李铁就是国家足球队的县管 把谁上场都得给李铁交钱 而且李铁呢还垄断了中国足球的经济公司的这个角色 是吧 基本上中国的足球运动员的转会都得由李铁卡一道游 你说他贪数量比那个足协领导高 这个我是相信的 判的刑比他们重 我也是相信的 可是呢 李铁判无期这个事 中央电视台今天出来给辟谣了 各位啊 你们看看吧 根据中央电视台的新闻 2月22号以来 冉雄飞 什么这个虎扑体育 虎豹体育等多个微博实名认证博主 发帖声称李铁出审背叛无期徒刑 以上为谣言 经央视法治的在线记者向有关部门何时确认 目前李铁案还未开庭 就合着是海外的独龙运造的李铁死了也是谣言 中国的足球铭记造的李铁是无期徒刑也是谣言 目前李铁还没开审呢 央视记者证明了一个事情 就是说李铁没死 还没审判呢 这个谣言到现在可以终结了 各位李铁没有死在监狱里边 独龙运是造谣成性的偏执性的精神病 那李铁判无期这个事 中国网友是怎么看的呢 中国网友对中国的足球爱之深恨之切 好多网友齐呼 真的如果给李铁判无期 那都是太轻了呀 涉案金额太大 太轻 底下这位朋友就说 不用开庭了吧 一直关到国族拿世界杯的那天 这不也是无期吗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